各位,这世上有无数的世俗之事围绕在我们四周 如果我们靠近世俗的事 靠近世人不恩典的想法 追随效法世人的作风 世人的思想 我们最终会偏离上帝的话语 离上帝的话语越来越远 这意味着我们正身处无法得福的境地 因此我们一定要具备像雅各一样的信心 雅各即使在承受着扭了大腿窝痛苦 也坚持祈求上帝的祝福 上帝因此赐予了他祝福 这也是上帝赐予他以色列这个名字的原因 以色列的意思是你与上帝交例得了圣 上帝赐给亚各名字 是因为他竭尽全力向上帝祈求祝福 上帝最终恩赐了祝福 因此上帝把与上帝交例得了圣的 以色列这个名字赐给了亚各 我们若想领受上帝的祝福 就不能排斥做得福的行动 真正渴望领受上帝祝福的人 同时必须要做出得福的行动 一起看提摩太前书六章三节话语 若有人传异角 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 与那合乎尽情的道理 也就是说 如果他的想法和上帝不一致 或者不顺从上帝话语 他是自高自大 一无所知 专号问难 争辩言辞 从此就生出嫉妒 纷争 毁谤 妄疑 这是创造我们灵魂的上帝小玉的话语 上帝比任何人都了解我们 上帝教导我们 一定要顺从上帝的话语 和关于尽情的道理 五节中记录说 并纳坏了心术等 坏了心术是指心术腐败 腐败是不知不觉中产生的反应 这就像灵的化学反应一样 经上记录说 若不顺从上帝的话语 不顺从关于尽情的道理 那么这个人的心术就会变得腐败 说坏了心术 最终连什么都会失丧呢 失丧真理之人的征进 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 上帝教导我们 不顺从上帝话语时 就会发生这样的事 各位 我们都要像雅各一样 要通过行动上的努力 祈求上帝赐福 而不是指祈求祝福 却不采取任何行动 上帝不可能在和雅各较量后 输给雅各 然而上帝因雅各的行为 看到了他多么渴望得到上帝的祝福 才允许他取得胜利 据说大腿窝扭伤 是疼痛感最严重的伤痛之一 但雅各在如此疼痛的情况下 也不动摇 恳切地祈求上帝的祝福 虽然我的大腿窝扭伤了 除非您赐福于我 否则我不会让您走 除非您赐福于我 否则绝不放开您的手 虽然很抱歉 但祈求您走之前祝福我 圣经中为何记录了雅各的此事件呢 过去的历史都是为将来我们的什么呢 圣经记录说 经上所写的都是为教训我们而写的 经上记录了雅各的内容 是有着上帝怎样的旨意呢 绝不是要凸显雅各是杰出的圣经英雄 这是上帝通过雅各教导我们 为了得到上帝的祝福 我们一定要有所行动 因此我们要常常靠近 并跟随上帝的话语 当我们以绝对相信上帝的应许 一定会成就的信心 去遵行上帝话语时 上帝将应许我们在列国中 作手不作为 各位 我们一定要相信上帝的应许会成就 当我们回顾我们教会的历史时 可以看到 我们教会起初微小 之后不断发展壮大 直到如今 正如上帝所应许的那样 我们教会的繁荣 不仅维持到今天 而且还会持续到未来 希望我们仰望上帝对于未来的应许 并常常靠近上帝的话语 遵行上帝的话语 在上帝的话语中感到喜乐 是上帝的话语比金金更宝贵 希望我们所有的西安家人 不单单是因上帝赐予的祝福 而感到喜乐 更是要成为通过行动上的努力 而得到祝福的人 愿各位在此话语中得到恩典 以此结束今天的话语 谢谢 谢谢